逃逸外勞 以死因情緒不佳 引起鬥 經目擊者暴擊 警方到場處理 與外勞發生爭執 拔槍射警 不幸 卵事 不治 身亡 加新聞 基隆報道 聽得出來這是什麼取向的媒體嗎 同一事件 但從飾演記者的每位老師口中說出來 都不一樣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記者跟報社 理念不意思之後 最後他會選擇會離開 因為真的很痛 因為我剛後來寫到後面真的寫不出來 就像個牌子 研發這款作友的阿普娃工作室 將不同的訊息發送給老師 在前老師蒐集訊息 並在經濟效益考量下 寫出吸引眼球的報導 但透過這款遊戲 其實大家就會認知到 原來其實你要成為一位記者 你要問對問題 其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在有限的時間內 要找出關鍵的問題 釐清事實的真相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五輪城的研習時間過得特別快 透過角色扮演搶分數 更能體會媒體試圖的盲點所在 讓老師在於媒體試圖方面 透過更生動活潑的方式 能帶領同學進一步認識媒體的重要性 以及讓同學透過這個活動 能瞭解原來我們的視聽 有這麼多的媒媒嘎嘎要注意 看準這一項重要且具意義的公民議題 長期投入的阿普娃工作室夥伴 研發出兩款關於媒體試圖的桌遊 推廣至今以刷新涼板 相當受到學生老師的歡迎 抓狂新聞在遊戲當中 我們會分成兩大陣營 一方是我們的媒體方 另一方是我們的樂聽人 如果你只是自己覺得說 我的媒體素養很好 不去影響別人 那其實我們整個的媒體環境 其實也不會變好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大家共同要 需要一起來維護的 那我們自己這幾年非常關注的 就是媒體素養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做了兩款遊戲 一款是眼球爭奪戰 那一款是抓狂新聞 有玩家在體驗過遊戲以後 發現說教育的效果 其實會延續到生活當中的 從外縣市回到自己的家鄉基隆 讓老師們親自體驗 相信從遊戲中 帶給學子的媒體試讀能力 會更健全及普及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